我覺得徐曉昕可能是 謝國良的安心亞啦 因為為什麼 你知道安心亞那個成名曲的 這個重的這個歌詞是 你受傷了 我幫你呼呼 對 所以其實 他這樣呼呼的時候 還要這樣跳呼呼 對 而且還是這個呼呼 那種聲音 但重點就是說 我們人民沒有感受到啊 我一直在笑 你沒有感受到 我對你的呼呼嘛 所以基隆市民的感受 就像是吳征對我的感受一樣嘛 沒有感受到被安慰啊 冷感啊 冷感啊 好 OK 竟然有歸史接不下去的時候 因為他被拒絕了 他被拒絕了 對 我覺得還是要尊重 他個人感受 他不能現在更進一步的手關 對對對 我怕會一直離題 好 重點是這樣 重點就是說 所以基隆市民那個阿嬤 在對接就一直對他喊嘛 說現在今天基隆的這個空氣 特別的污濁 等等的 那我必須要講 其實我必須要講 謝國良有沒有出一些 從後面偷偷來的招數 其實我覺得非常有趣 其實大家也要知道 就是當這個拆樑團體送件的時候 那一天7月5號 有一間這個所謂的瘋傳媒 有出一個獨家新聞 那這個獨家的新聞 他直指什麼呢 我覺得很特別 他直接講說 你這個錯誤百出 第一個 筆跡明顯重複 第二個 沒有按照村裡分測 第三個 正副本搞錯 而且直接是同一個人出現 連署書的分數 一直重複 最後他寫什麼 他寫了一段話 我覺得很有趣 他說地方人士透露 最後他想說民進黨用超名單的方式來連署 似乎也不意外 我覺得這個記者好像知道的特別多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你連署書這麼多份送去的時候 現場會有人算分數 他是怎麼算 他是跟算鈔票一樣快的這樣算 請問他怎麼來得及比對比對比基 比基根本來不及啊 對不對 然後他怎麼能知道說什麼 所以目前都是分數跟你這個正本 跟影音本不符合就這樣而已 但是你要知道 這七月五號 顯然這則新聞並沒有燒起來 所以他們怎麼做 我居然又有去 在這個七月六號的凌晨 凌晨喔 十二半夜十二點零三分 五十九分 我還在屋頂唱這個 屋頂的這首歌的時候 我沒事也在滑PTT 因為我半夜睡不著覺 所以只好把心情哼成歌 然後順便拿著手機再滑 我就發言這一篇文了 你知道半夜是凌晨 就是也就是十二點的時候 你知道這一則PP的文章 瞬間有快要破千則的留言耶 我現在問 那個時候那麼多人 跟我一起唱舞頂嘛 怎麼都醒來的 更神奇的是因為我更無聊 我就想說到底有沒有人 跟這個人一起唱舞頂呢 結果在基隆版上 我跟你講這個比較好笑 基隆版 我並沒有在嘲笑基隆啦 因為基隆版通常啊 你丟文上去啊 大概幾十則人回應而已 很冷很冷 沒有什麼人去回 結果一樣 他是也是 這個凌晨1點 1點26分的時候貼文 你知道嗎 從凌晨1點26分開始 出現兩三百則留言 再刷留言 而且很有趣的 是剛剛說嘛 十二點的那一則在八卦版的 跟基隆版的 哎唷同時在凌晨三點 突然間就沒人在留言了 那我當然會好奇啊 結果發現 你會發現他的IP都一樣 140.115.178.47 基隆版的這篇文是什麼 也是140.115.178.47 重點兩個帳號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知道去比對下面的推文流連 重複的帳號 可能多是一樣的 而且這些帳號 其實已經都在之前 大家有說 PTT有傳一份 類似疑似網軍的一份 大概有六萬多個帳號裡面 這兩個帳號也在裡面 所以你要知道 這到底有沒有網軍操作的動作 我本人認為是有嘛 如果沒有的話 不可能這麼巧 而且凌晨1點 你留這個文 除非我無聊看到 但是這世界上很少有200個人 像Grace一樣嘛 剛好在屋頂唱歌 在滑PTT還去基隆版 就偏偏就是我 所以呢我就問嘛 你們兩個到底是室友 人家說這個 你這個12點發文到1點發文之間 可能會做一些很多的動作 準備要開車了 不一定是唱歌 可能是 他們有在茶水間 刷牙 可能也是在同個茶水間 這個1個小時多可以幹很多事 人家幹完事情是抽菸嘛 他們可能是發文 但是我是覺得啦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們就是想要抹黑這些拆糧團體 直指他們就是說 你的簽名有問題 你很潦草 然後你是重複的 你都抄一抄 所以我覺得這是整個 所謂的烏賊戰術 全台絕烏僅有 政論婦女黨 上公上一波 大家好 所有的小草要7點半上班 櫻桃給我7點半給你清水嗎 感謝支持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政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毯 網路播放量突破2000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招集令 週一到週五下午2點到4點 抖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12點友善記錄版 等你一起來